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读中学的时候 有些同学被诊断患有专注力不足 过度活跃症 又或者是有自闭症普及障碍 即是以前称为的自闭症 或者亚氏保加症等等 他们有些比较容易分心 有些动作比较多 有些会出现一些重复的行为 又或者不善于表达和沟通 以前大家不太理解他们的情况 以为他们很远 所以跟他们未必有太多接触 近年我和朋友了解他们多了 才知道 其实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故意 也不是远 而是他们有些困难 时间并不可以逆转 很可惜我们回不到过去 那边一些曾经做过令人伤心 难过的事 但是我们可以做些事 令自己和身边的人生活得更加好 更快乐 试试收起批评 给些时间认识身边有这些疾患的朋友 尝试和他们一起学习 一起分享 互相体谅 互相帮忙 对他们和家人来说 一个微笑 一句大家一起说吧 可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你和我都做到的 感谢观看